阳台冒出黑烟 坐在外墙都被熏黑 这发生在中国大陆新疆 晾衣服却酿成火灾 我在房间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我妈妈发现好太太晾衣架开始冒黑烟 然后我们家立马断电 可是黑烟就越冒越大 而且还出现了明火 两分钟不到 整个屋子就被黑烟熏得伸手不见五指 最魁祸首是买不到一年的电动晒衣架 而且因为挂在天花板 无法自己灭火 必须挤抠消防队救援 而等到火灭了 晒衣架烧到只剩铁架 因此中国大陆官方戳查52批电动晒衣架 仅多达24批不及格 不合格率高达46.2% 对促及带电部件的防护结构 输入功率和电流 主要问题是电线品质太差 高达75% 不够坚固电线在使用者拉扯多次后 会因为绝缘体脱落而导致漏电 根据检验画面 合格的晒衣架 有两个螺丝固定电线不容易脱落 不合格的只有一个螺丝固定不完全 还有接地线偷工减料的问题 如果松动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接地不可靠 如果我们金属外壳的话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带电 使用者会存在一个触电危险 中国大陆电动晒衣架卖出超过700万套 而且逐年攀升 受到消费者喜爱 却因为火灾暴露出害命的品质问题 TVBS新闻薛佳瑞成员文综合报导